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 国语练习部第十五回 聪明的属录 第一部分写国字或注音 第一题 猎人走在大草原 察觉一只饥饿的老虎 想扑向他 他开了一枪 砰的一声 解除了一场危机 猎人的猎 了一一一猎 猎四声猎 猎人走在大草原 察觉一只饥饿 饿就是我需要食物 所以是食部跟我 然后食部他当不守的时候 这里会少一点 饥饿的老虎 老虎怎么写呢 扑布加一个饿 想扑向他 扑向他的扑 就是把扑人的扑改成手部 因为是用前爪 用手去扑别人 所以是扑向他 他开了一枪 幕布的枪 幕布再加一个仓库的仓 就变枪 碰的一声 解除了一场危机 第二题 这个国家的人民 应受到战争威胁 纷纷逃亡他国 国际慈善团体积极募款 盼能有足够物资 填饱难民的位 我们看哦 战争威胁的威 威风的威 一个女生很威风 我们先写一个 很像注音符号的喝 然后再写一跟女 最后才写歌 威写的威 威风的威 纷纷逃亡他国 逃生的逃 逃难的逃 逃之夭夭的逃 先写右边的玉兆的兆 再写左边的错步 逃亡他国 国际慈善团体积极募款 盼能有足够物资 够就是东西很多 所以左边先写很多的多 右边再写造句的句 多跟句 填饱难民的位 填 左边先写一个土部 右边写真的假的的针 然后里面是三横 填饱难民的位 乌 A 位 四生 位 接下来看到第二部分 填入正确的国字 这里有两个字哦 一个是布木的木 一个是羡慕 养木的木 布木的木因为是用 步做的 所以它是金布 那下面这个 养木 羡慕的木 因为是心里面很羡慕 所以是心部 小多一点 这个变成心部哦 我们看立体 这家 这家餐厅 开幕 开幕 就是把布木拉开 准备开始 所以是 第一个 金布的 木 字太大了老师改一下 金布的木 开幕当天哦 因为店面特殊的 飞碟设计哦 而吸引许多民众 慕 明 而 来 因为是心 心里面哦 很仰慕他的名声 所以才过来 这个慕 明 而 来 是心部哦 小 再加一点 小再多一点哦 才是羡慕的木 仰慕的木 爱慕的木 慕明而来就是哦 仰慕他的大名 所以特别改过来 再来第二题 这第二题有两个字 筍 跟捐 筍 右边是 圆外的圆 圆领的圆 那捐 右边是 下面是一个肉部 好 我们看哦 他捐出 这应该是捐出一百套餐点 给弱势家庭 收入虽然 减什么 然后 但内在的富足 却没有 什么是 应该是却没有 捐出的 捐出的 我们刚刚讲 是肉部这个捐 所以第一个 写 这一个捐哦 右下角是肉部的捐 捐出一百套餐点 给弱势家庭 收入虽然 减损 应该是损失的损 损失的损是 右边是 右边是圆领的圆 圆外的圆 这改小一点哦 减损 减损 这个损 但内在富足却没有 损失 损失的损 接着看到第二题 选出词语的正确意思 写号码就可以了 我们看这个 眼前 眼前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面前 或者是眼睛前面 第二个是目前现在的意思哦 我们来把这两个答案填到这 看他是哪个意思 第一题 看呐 眼前这片翠绿的山林 真令人身心舒畅 这个是应该是他 眼睛前面 他的面前 他的眼睛前面看到一片翠绿的山林哦 所以让他身心舒畅 那我们就填 一 第二题 你若能跨越眼前的逆境 就能朝成功再迈进一步 这个眼前应该是指目前现在 你如果能够跨越现在的逆境 就能朝成功再迈进一步 接下来看到下一页 第三十页 第三十页 我们看这个沉重 沉重有两个意思哦 一个是物体的重量很重 第二个是形容病适严重 或压力负担很重 所以表示 这个沉重一个意思是 物体的重量很重 第二个意思是 身心压力很重 一个是东西的重量 一个是身心的压力 我们看第一题哦 知道公司倒闭的消息后 员工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就是心 心理身心的压力也很沉重 所以是第二种 是第二个意思 身心压力很大 第二个 虽然 沉重的背包快压得我喘不过气 但我仍然要登上山顶 哦 他背了一个很重的背包 所以这个是指重量很重 那应该是 一 接下来第四大题 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第一题 在文中 鼠 鹿 运用什么方式 让自己是让自己不被老虎吃掉呢 一 转移老虎的目标 哦对 第一个就是了 他 希望这个老虎啊 去吃那个 世界上最强的动物 这样才符合老虎那个 三大王的 威风的身份 对 那第二题哦 鼠鹿不让老虎吃掉小孩和老人的原因 这可能为何呢 第一个 想让老虎吃更多 不是哦 因为他一直不想要他吃小孩跟老人 所以不应该是要让他吃更多 第二个 他们无法对抗老虎 哦对 因为那个鼠鹿 他希望 找一个强壮的 男人 强壮的猎人 来对付老虎 所以 他觉得那个小孩跟 小孩 跟老人都还没办法对抗老虎 所以就一直找借口 希望老虎不要吃他们 那第三题 从第一幕 鼠鹿 说服老虎的过程哦 可以知道鼠鹿具有哪种特质呢 一 胆小懦弱 二 有好奇心 三 善于说话 对 他很会讲话 他口才很好哦 所以才能够 说服老虎去找那个人类 最后找到猎人 而第四个 本文的结局为好 一 猎人开枪 射死老虎 活捉鼠鹿 哦没有 最后鼠鹿逃走了 第二个 老虎咬死猎人和鼠鹿 哦没有 老虎没有吃到 任何猎物 第三个 猎人射伤老虎和鼠鹿 哦这个 也没有 第四个 猎人开枪下走老虎鼠鹿逃跑 对 第四个 因为猎人开那一枪 结果把老虎 下跑了哦 他把老虎下跑 然后鼠鹿也趁机逃走了 来 第五大体 阅读短文在句子中的画线处 填上心情 表情或动作 我们来看哦 这个分别代表心情 还是表情或者动作呢 农夫瞪大眼睛 看着兔子冲向大树 撞晕在地上 哦 瞪大眼睛 表示他是脸上的 表情 表情就是脸上的动作 叫做表情 看着兔子冲向大树 哦 兔子冲向大树 所以是兔子的动作 他的动作是冲向大树哦 结果啊 撞晕在地上 那农夫哦 他开心的把兔子带回家 很开心 所以表示这个是 心情 我们就写 心 情 开心哦 是心情的一种哦 他开心的把兔子带回家 兔子醒来啊 跳起身哦 兔子跳起来 所以应该是动作 兔子醒来跳起身 看到农夫一脸凶恶走过来 哦 那个农夫的表情很凶 所以这个是表情 农夫的表情哦 很凶恶走过来 觉得啊 很害怕哦 那兔子心里面很害怕 所以这个是心情 脸色惊恐 兔子露出 很害怕的表情 所以这个是表情 他脸色惊恐 就是很惊慌 然后很恐惧 然后啊 就奋力跳向门口 兔子奋力跳向门口 所以这是 动作 他跳向门口之后 撞开大门 逃出农夫家哦 撞开大门 是动作 好 那么国语练习部 这个是第十五回 也完成了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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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